9月21日,矽谷美华科技商会在佛利盟台达电总部举办了AI Now and Future Conference高科技论坛,吸引了矽谷科技界的专家与创业家参加。该论坛旨在探讨人工智慧,AI,对当前产业趋势的影响,并展望未来发展,特别强调台湾科技业在全球舞台上的潜力与角色。 今天我们的矽谷美华科技商会AI Now and Future Event呢?那最重要的是讲到就是加州政府在AI方面的运用,是Public Service方面在AI的如何运用这个AI。 多位专家在论坛上分享了他们的见解。其中,Jonathan Port深入剖析了加州的AI与机器学习发展趋势,并阐述了政府在这些技术普及中的关键作用。 Teddy Lee的演讲,AI Now and Future,探讨了AI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及其未来发展潜力,吸引了许多与会者的关注。 论坛的另一大亮点是AI新创企业提案竞赛。 9位创业家展示了他们的创新企划,这些企划涵盖了AI技术在不同产业中的应用。 参赛者们希望借由竞赛获得与会者和投资者的支持,进一步推动AI技术的突破与商业化。 整场论坛为其四小时,专家与创业家的分享让与会者对AI技术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 活动也促进了AI领域的技术交流,展示了台湾科技企业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的竞争力,为矽谷及全球的科技创新贡献力量。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